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肥肚不肥的秘訣 不是說叫大家在華人期間要減肥 不過我覺得孕婦在華人期間保持身體健康是很重要的 你受到荷爾蒙的影響是非常想吃東西的 你們也會有作夢的時候 但我連這個時期都沒有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是這麼餵食 我今集先講飲食 我早前去了檢查結構 看手腳腳、心肝、皮肺腎 醫生最後的報告 雖然大家看到我的肚子好像很小 但其實我的肚子比起正常周期的肚子大 一至兩周 我可以給大家看報告 所以其實我的肚子很小 不代表裡面的肚子很小 不過我的體重其實都已經加了差不多14磅 不過是一個很正常的抵制 很幸運 身邊的人都說我們都不覺得你肥了 第一就是少吃多餐 這個不用我講 醫生也這麼說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多吃多餐 因為我都明白的 你會突然之間口味變了 很想吃很多東西 但這個時候你更加要不要眼闊肚窄 因為我以前也沒有這個問題 但我照顧了之後 好像點餐的時候好像很肚餓 寶寶有時候還會叫我起床 即是肚餓到醒了 其實當我肚餓的時候 其實我會吃的 但我會先點了一兩樣東西 因為我發覺原來大肚了之後 我雖然是餵吃了 但也容易肚餓了 即時間短了 但其實我每次可以吃的量是少了 可能因為BB也有一個位置在裡面 所以我都不可以折太多東西 很快就好像頂上喉嚨 所以大家每次肚餓可以嘗試吃粗糧 即是我每次會吃一塊麵包 或者看麵包 或者吃麥皮 這樣吃不下去 你會發覺飽了 其實有時候你會發覺 你喝一杯奶都已經飽了 然後你又可以一會兒再吃 其實醫生也推薦 其實懷孕的過程 是不需要吃 真的比起你平時多很多的食物 可能你吃太多 其實就落了自己 第二就是要吃多些綠色的食物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便秘的問題 其實我以前一般都長得很健康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有吃超級綠色的 我自從有了之後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都有一兩星期 兩三星期 一個月左右 我就不吃 因為我怕 我不知道吃不吃得 到之後 其實我也有便秘的問題 挺嚴重 兩三星期都去不了洗手間 我很害怕 然後我再去網上做很多 research 我又吃了 我又保持了又長得很健康 因為我現在吃那種 還要是Supergreen的加強版 它就加了有機的棋子 還有谷具 還有螺旋草 都在裡面 其實它可以幫助我們排便 其實綠色食物裡面有葉酸 葉酸其實在頭三個月來說 對我們的大肚子來說是最重要的 就是令到我們的嬰兒可以 有一個發展 而且它還要加益生菌在裡面 每天早上我都會胸肚子去喝一杯 我沒有再混合其他飲品 我就直接加在水裡面喝 如果有些大肚子可能會問 我真的很怕涼 我吃那麼多菜 我可以加薑汁去Supergreen 一起喝 人體有酸鹼質感 它的鹼性度是西蘭花的34倍 其實在懷孕前三個月 如果你想懷孕的話 你一直吃Supergreen 其實也有很大的幫助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一直吃 所以就這麼容易有嬰兒 也有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你有嬰兒還吃Supergreen 它不是減肥食品 其實它不是減肥食品 它是Superfood 它們就給我一個標籤 如果你進入我的Coffee 這個標籤 是Discount標籤 你會全張單有9字 裡面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產品 如果冠妝的話 大家可以去Sasa 全市都可以賣 或者去萬寧 就有合妝 或者我剛才跟你說過網站 兩樣都有 另外我會建議大家喝多點湯水 我以前已經很喜歡喝了 有一個嬰兒之後我更加喜歡 有時候你的肚餓感覺 你不是真的肚餓 你只是有一點 不知為什麼 胃有點刺 我有時候真的沒有時間自己煲湯 我甚至乎會去健康房 那些買一碗湯來喝 其實那些又沒有加防護劑 沒有加任何 可能是美精等等 我覺得是健康的 那你就當飲品一喝 其實我每次喝完 我都很飽肚 因為我知道大學房 其實很容易 因為腦袋 一沒東西吃的時候 就會自動detect 他那些很不健康的食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的控制能力 都是比以前低了 那通常在老人家那一輩 就會不停在這個時候 給你很多補品 就是等什麼等什麼 好油 就是太補了 那其實我自己有吃雞精 那就是一些公司寄給我的 那我覺得他的雞精是去油 那其實他一天鮮雞 才做到一滴雞精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是很好 然後呢 我就是想和大家說 就是減少吃一些甜食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但我有了嬰兒 是特別喜歡吃甜食 但你真的要好好控制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是人神糖尿 其實你不可以小看他 那其實他也很麻煩 他也會影響你的BB 也會影響你的健康 那也會影響你的健康 那所以呢 如果真的想吃甜食的話 可以吃一些 可能生果 或者奇異果 或者提子 那些 但是都是下午 不要晚上那麼晚的時候吃 那盡量真的避免甜食 都會去減少我們的脂肪 我們身體 但是又給不到營養BB 好 然後呢 就是喝多點水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也叫大家喝多點水 但是呢 大肚子是特別重要 你千萬不能讓自己脫水 因為呢 其實你的BB 是在你的肚子裡面 如果你越喝少水 裡面的水就越混濁 那你想想 其實他是 在一個很髒的環境裡面成長 那其實對於他來說 真的很健康 而他每個小時就換一次水 那所以你喝水呢 其實是製造一個很好的環境去給他 然後我就說到他晚上臨睡前了 那其實我就會吃這個Super Red 對 那剛才的Super Green 其實和Super Red 是一家人來的 那就缺一不可 那其實呢 你在懷孕期間呢 體內的新陳代謝會加快 那就消耗了很多的能量 那Super Red 它就可以促進血液帶動 更加多的氧氣 或者營養 去每一個細胞 大家都知道呢 要吸收多些Kalcium 其實有很多濕原物都有的 不過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 鈣不是那麼容易吸收的 那你一定要有充足的維他命D 那如果是大家可以吃一些濕原物 或者浪費多些太陽 或者是吃一些維他命D的食物 那其實Kalcium 大家可以喝奶啊 可以在魚啊 可以在芝麻啊 很多食物裡面都會得到的 那我覺得喝奶就會比較方便 對我自己來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 喝全脂奶才是最健康 不要喝脫脂奶 但是我醫生跟我說 因為我之前子宮有事 那醫生就告訴我 其實我要喝的是脫脂奶 他說脫脂奶還沒有那麼多激素 那對BB也好 對我也好 其實我每天都會喝一包脫脂奶 真的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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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大家說 吃多些番薯 還有吃多些辣瓜 這兩件都是對BB好好的 好了好了 那希望大家有一個很幸福的孕期 那我也想大家好像我這樣 躲得開開心心 或者很舒服 所以我下一次就會分享 華孕期間 怎樣可以肥肚不肥身的秘訣 不過是運動篇 很多人都覺得 是不需要做運動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瑜伽和運動 對於這個大討論來說 都很重要的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